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华尔街日报16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 美国联邦检察官正试图对华为展开刑事调查 原因是该公司涉嫌窃取美国合作伙伴的商业机密 包括T-Mobile US用于测试智能手机的技术 华为曾与上述美国公司发生民事官司 但已经解决了 如果美国联邦检察官真的要做进一步的刑事诉讼准备 表明华盛顿决心采取一切手段打压华为 今后华为还可能遭遇更多的麻烦 此外 几名跨党派的美国议员16日提出一项法案 要求美国公司向违反美国制裁法规和出口管制禁令的 中国电影公司禁售芯片或其他组件 并特别提出华为和中兴的名字 参议员柯顿在参与发起上述议案时宣称 华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收集机构 他还说如果像华为这样的中国电影公司违反我们的制裁 或出口管制法律应该直接被判处死刑 大家可以多么歇斯底里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中国政治人物直接给一家外国电影公司扣情报收集机构的帽子吗 中国政治人物能宣扬把相关外公司搞死吗 老胡不能不说 美国的对华意识形态已经非常的扭曲 大家知道华为是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和第二大智能手机生产商全世界的 它还能生产高质量的芯片 它是非常全面的电影公司 对这样的公司进行具体指控 然后扩大这些指控的意义 抹黑整个公司 这是借司法手段行政治目的 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充满了地缘政治的刀光剑影 而华为是专心于技术和市场的商业高科技公司 美国破坏了这样的公司可以远离政治的权利 它强行给华为中兴贴政治标签 这是科技麦卡锡主义 现实就是这样严峻 美国在因为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而狂躁 中国要继续发展就需承受这样的逆境 老胡注意到华为没有愤怒也没有惊慌 他在很冷静理性的回应美方的质疑和打压 这很让人赞赏 中国和平崛起之艰难 正转化为中国企业做大做强之不易 企业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部分 华为中兴等企业的遭遇不断印证这一点 美国对中国力量哪个要素的出手 看上去都没有这一轮对中国企业的出手痕 我们对此一定要弄斗看清 谢谢